约书亚纪第22章 当时约书亚造了吕辩人、迦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遵守了 我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也都听从了 你们这许多日子 总没有偏离你们的弟兄 直到今日 并守了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 如今耶和华 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 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 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 到耶和华的仆人 摩西在约旦河东 所视你们为业之地 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 耶和华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一切的道 守他的诫命 专靠他尽心尽信 侍奉他 于是约书亚为他们祝福 打发他们去 他们就回自己的帐篷去了 马拉西那半支派 摩西早已在 八山分给他们地业 这半支派 约书亚在约旦河西 在他们弟兄中分给他们地业 约书亚打发他们回帐篷的时候 为他们祝福 对他们说 你们带许多财物 许多牲畜和金银铜铁 并许多衣服 回你们的帐篷去 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 与你们众弟兄同分 于是 吕变人 加德人 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从迦南地的四罗起行 离开以色列人 回往他们得为业的激烈地 就是 照耶和华 借摩西所吩咐的 得了为业之地 吕变人 加德人 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 就在约旦河那里 筑了一座坛 看着高大 以色列人听说 吕变人 加德人 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靠近约旦河边 在迦南地 属以色列人的那边 竹了一座坛 全会众一听见 就聚集在四罗 要上去攻打他们 以色列人打发祭司 以利亚沙的儿子 菲尼哈 往激烈地去见吕变人 加德人 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又打发十个首领 与菲尼哈同去 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 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他们到了激烈地 见吕变人 加德人 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 对他们说 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 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 干犯以色列的神 为自己无一座坛 悖逆了耶和华 这犯的是什么罪呢 从前拜 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 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 到今日 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 你们今日 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 你们今日 既悖逆耶和华 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 你们所得唯业之地 若嫌不洁净 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 就是耶和华的赵墓所住之地 在我们中间得地业 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 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 我们的神的坛以外为自己足坛 从前谢拉的真孙雅干 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患了罪 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 那人在所犯的罪中 不独一人死亡 于是 旅辩人加德人 马来西半支派的人回答 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 大能者 神耶和华 大能者 神耶和华 他是知道的 以色列人也必知道 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 或是干犯耶和华 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 为自己足坛 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 或是要将凡祭祭祭 平安祭献在坛上 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 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 是特意做的 说 恐怕之后 你们的子孙 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与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有何观色呢 因为耶和华 把约旦河定为我们 和你们这旅辩人 加德人的交界 你们与耶和华 无分了 这样 你们的子孙 就使我们的子孙 不再敬畏耶和华了 因此我们说 不如为自己足一座坛 不是为献凡祭 也不是为献别的祭 乃是为你我中间 和你我后人中间 做证据 好叫 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 献凡祭平安祭 和别的祭侍奉他 免得你们的子孙 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 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 所以我们说 日后 你们对我们 或对我们的后人 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回答说 你们看 我们列祖所足的坛 是耶和华坛的样式 这并不是为献凡祭 也不是为献别的祭 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 我们在耶和华 我们神张目前的坛以外 宁足一座坛 为献凡祭 数祭和别的祭 悖逆耶和华 今日转去不跟从他 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 祭司菲尼哈 与惠州的首领 就是与他同来 以色列军中的统领 听见旅便人 加德人 马来西人所说的话 就都以为美 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对旅便人 加德人 马来西人说 今日我们知道 耶和华在我们中间 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 现在你们就以色列人 脱离耶和华的手了 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尼哈 与众首领离了旅便人 加德人 从激烈地回往迦南地 到了以色列人那里 便将这世回报他们 以色列人以这世为美 就称颂神 不再提上去攻打旅便人 加德人 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 旅便人 加德人 给坛起名叫正坛 意思说 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 耶和华是神